本台最新的消息 东部战区 新闻发言人施益表示 8月4号下午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 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 实施多区域多型号 长岛火力突击 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 整个实弹发射训练任务 已圆满完成 解除相关海空域管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